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边防警察 嫌疑人四下逃窜 深耕半夜 嫌疑人到底在做什么勾当 废品战里的枪声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14年8月20日深夜 广东边防总队的指战员正在为一次抓捕行动进行最后的准备 行动的地点是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镇的一个废品收购站 根据准确情报 废品站里藏着一个制毒窝点 但是废品站有上千平米 里面的人员复杂 如何迅速准确地抓捕嫌疑人 又不伤及无辜 是个不小的挑战 废品站的第一道大门 就是这个深约一百五十米的巷子最深处 只要你对这块进行 一个环节都不能突出 门口保安被迅速控制 队员们分头向左右两个方向突袭 队员们分析 进去以后 你就根据这个房子的机构 马上就分小组 八个人 两个人一个人 两个人就四个小组 完全完全分手 一过去 这样有机构 马上现场分手 把当务困 进行 平房里居住的 有收费品的工人 也可能有嫌疑人混杂其中 只好将人先集中在了院子里 但一番搜查后 并没有什么收获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看清楚了 怎么就来 现场没有什么情况 正常的 人是带下来的 但是没有反应 一点点情况 就在这时 有另一组队员负责搜查的仓库方向 传来了枪声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废品战里传出的枪声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因为之前的侦查显示 犯罪嫌疑人有可能携带手枪 是嫌疑人开枪拒捕 与警察交上伙了吗 我们暂且按下布表 先来说这会儿嫌疑人的情况 是怎么样进入警方视线的 这一切还要从2013年年底 一场声势浩大的 扫毒行动说起 2013年12月29日凌晨 广东省鹿丰市博社村 三千多警力 正在这里展开击毒行动 一直以来 博社村制反毒情况异常严重 据说村内有两成以上家庭 直接或参股从事制反毒活动 在这次行动中 警方清剿冰毒近三千千克 182名涉毒嫌疑人被抓捕 之后警方又在周边村镇 展开了一系列的围剿行动 当时广东边防总队也参与了行动 也是在行动中 他们获知了这样一条线索 我们掌握了一条 以这个范某权为首的一个团伙 在陆丰一带 制造毒品 这个范有权是陆丰假西镇人 但他究竟在哪里制造毒品 警方还不得而知 他具体在哪里制毒 其实我们都不清楚 但他作为上尾人 不能估计就上尾接养 早就进来看一下事实 他制造毒品厂 我们一直没想过 在围剿行动中 警方最后也没能找到范有权 他一定是躲了起来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半年后 范有权再次进入边防警察的视线 情报显示 他离开了陆丰 在深圳活动 购买了两个法院府 全自动的法院府 就租了一样货车 运到深圳来 深圳公民镇来 然后我们是根据这个判断 他可能他就外移了 显然是在陆丰地区 禁毒的高压态势下 一些制毒活动开始向外扩散 而范有权的制毒地点 就选择在了深圳市光明新区 公民镇的一个废品收购站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侦察员不能贸然靠近废品收购站 只能乔装打扮 在收购站外围观察 这个废品收购站 在一个很深的巷子里 从保安处到大门口 大概是150米 大门口的右侧 有一个24小时值班的一个保安 巷子两边都是其他的工厂的住宿楼 侦察员寻找机会 爬上楼顶拍下了一些照片 右手边是有一个铁门 它晚上是用铁闸把它拦住的 这一排我所指的这些地方 全都是房子 房子里面住着很多工人 因为很多矮房 就一型的贫房 那种要么一下子联想到 里面是不是会有制度工厂 还有一个废品站 它没必要建的房子 左手边这一块 是囤放了很多收购回来的废品 废品站的地形像一个大口袋 占地面积约一千多平米 能通往外边的只有小巷子一条路 里面是个封闭的院子 在楼顶侦察室 侦察员发现 左边有一块死角 刚好被挡住了 看不到 再靠里面这一块 就是我们看不到的这边 估计可能是他们做饭的地方 或者怎么样的 院子的另一面 是长满杂草的土坡 坡上有一条高速公路 侦察员爬到坡上查看 高速公路看过来看 都是树 看不到里面的环境 侦察员发现 每到半夜 一辆车就拉着几名工人 开进工厂 一般的九点钟左右 他就会用奥特赛 去接他们四五个工人 就进到制毒工厂去 以及一般的要到凌晨 四点钟左右 上次完工了 他们就回去休息 晚上几个工厂大门都会上所 侦察员更无法靠近 也就无法确定 究竟制毒点在废品站的哪个角落 同时侦察员还必须搞清楚 犯有全等一伙人在镇子上的其他住处 我们这些都经常是乔装打扮 打扮成城中村里面的人员 然后跟着他们 基本上都是跟着他们一起在里面 去适应他里面的生活就对了 侦察员发现在公民镇 嫌疑人还有三个住处 这是一栋五层小楼 窗户全部用铁栏杆封住 只有一个门可以出入 公安边防侦察员一直在外围蹲守 就那栋制毒的二楼 也是他们的居住点 然后他们一般的话 吃饭晚饭都是在那边吃 对 吃完之后他们才会陆陆续续的 去赶往到那个废品交通厂 那个制毒店里面去 这栋楼不只是工人的住处 一些制毒设备也被搬了进来 而且嫌疑人还在楼里安装了摄像头 侦察员办做安装监控的技术人员 设法拿到了嫌疑人活动的视频资料 这是2014年7月29日的画面 晚上7点18分 有工人陆续搬进了制毒原料和制毒设备 他现在就开门 然后把制毒所需的加热的一些 煤气罐 煤气瓶 还有一些卤 锅这些搬进来 一个小时后 工人们还在忙碌着 现在下来搬的这些 那些是清氧化纳 还有那些绿化钾绿化发 这些制毒的配料 他一楼是没有东西的 他一楼就是一个停车场 然后在一个楼梯上去 二楼是他们休息的 三楼是废弃的 然后四楼的话 他们放在一个监控录像 对 空袋子 然后五楼才是他们的 做的加工点 很快侦察员莫青 帮范有权他们租下 这所房子的人 是房东的亲戚 叫胡庆 绰号高老 他也频频出现在这里 这是胡蒙 这房子购买一些 简易的那些制毒工具 漏斗 过往的条款 这些 在林厂那边坐的时候 然后他们那个胡蒙 会有时候会摘一些饮用水 过去废品站给他们 然后过去给他们之后 他们在现场做的时候 他也过去看一下 胡庆是广东省惠来县人 也是团伙中重要的成员 一个月后 侦察员发现 嫌疑人的两个制毒点 都高效运转了起来 深更半夜 废品站里正忙的热火朝天 面对突然袭击的边防警察 嫌疑人四下逃窜 你知道你之前害多少人 废品站里的枪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四年八月十九日一大早 老板范有全和胡庆 以及另外几个嫌疑人出发了 侦察员判断 他们是要去交易毒品 在去往广东接洋的路上 警方在高速路口 获取了他们的监控画面 头一辆就是把马车 老板跟他女朋友 在第一辆车 开车的就是老板 从那个深圳 往接洋方向走 有人在那边准备要跟他买 但是要求他把货送过去 中间就是 那个中间人介绍的 他开着他的比亚迪车 带着毒品 然后后面就是由胡某 跟他的那个司机放某材 他们现在开着老板的 黑色黄光轿车 电后押送了这一批毒品 防着人家黑吃黑 为了摸清毒品交易的下限 侦察员这次没有进行抓捕 毒品被卖出后 嫌疑人第二天就返回了深圳 继续制造毒品 拉了120公斤去 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呢 他们回来的时候 还拉了剩下的50公斤回来 整个犯罪团伙的情况 侦察员已经悉数掌握 现在就等待最后的收网了 因为我们收到的线索 都是指向说是 他可能是有枪 所以我们前期 我们抓捕行动的事 也是最坏的方面 去考虑这个事情了 2014年8月21日凌晨三点 广东边防总队出动150余名警力 兵分几路 对主要团伙成员进行抓捕 也就是节目开始的一幕 中文字幕提供 这样进去的话呢 我们当时呢 就对他完全判断 就认为是 右侧的那边是 器件房的那边 带仓库的很大的仓库 就认为就是那边 所以的话 当时部署兵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进去部署 搜查中 就在大家疑惑 毒品到底被藏到哪里时 从废品站仓库 传来了强声 就正在这个时候 后面响枪了 一响枪 这个当时的话 所有的人都紧张了 因为当时他是讲 他们有枪了 我说大家不要急 我说先听一听那边的事情 我就讲了一句 所有的人把他带出来 进行现场警戒 然后有枪的人员 过到有枪声的那边去 原来废品站仓库的旁边 也正是之前 侦查过程中 看不到的死角处 有几间简陋的铁皮房 里面还有工人 正在制作毒品 看着搜捕队员 他们慌不择路四下奔逃 搜查队员 当场抓捕了四名嫌疑人 里面还有没有人 这里还有两个 抓到了没有 上钢 挑手上钢 还有没有 里面还有没有人 手钢的 比里面收藏 一间简陋的铁皮房里 有个通下水道的小洞 有两名嫌疑人 钻洞跑了 还有一个人 从窗户爬走了 铁皮房里 有两辆运毒用的汽车 地上晾晒的 都是颜色 有些发黑的金体 你在这里干什么 什么 什么 你量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麻烦室 打扎你 麻烦室 干什么用的 是那个冰毒 是什么 是冰毒 冰毒是不是 你负责加工 你是老板 是不是 你是不是老板 你是老板 全部是你投资的 今天晚上才第一次做的 好 这个人就是此前 警方一直追踪的范有权 我们在哪里抓到你的 铁皮房的一个角落里 堆放着制毒用的原材料和设备 那两台全自动钢脂防应斧 两台的日常量 可以达到400公斤 它完全是不用人力的 它也继续运作 大概掐着时间 然后停就可以了 现场的毒品 就是这伙嫌疑人 当天晚上做出来的 这些是制毒原料 清氧化那 一号盖的这些东西 这就是锅是吧 对 烧了之后就过来这边过滤 几间铁皮房都没有门窗 喂你怎么那么大胆 你这里门都没有 你就这样住 住给你的老板 他知道你搞这个吧 不知道 不知道 隔壁收费 你才知道吗 他们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像 他是晚上来的 晚上来 那也有人啊 也有房子呢 他们都不知道是做什么 你们真的是大胆子 最拨角处还有一处小房间 里面有四十多个红色的塑料脸盆 盆里的东西正在结晶 放到盆里面去结晶的话 就算那些就已经是固烈碰巧状的一种冰毒了 就算是冰毒了 对 只是它的状态不一样而已 这里面有多少数量 两百多斤 这里才两百多斤吗 算 银子里面都是水吗 加水多少 加水的话 应该这里 加水的话 应该有一千多斤左右 一千多斤 一盆有多重 一盆有五十百斤 你怕不怕 你知道你这些害多少人 就 没有 我们人 兄弟二人联手制度 租下楼房掩人耳目 在这栋小楼里 搜捕队员又将发现什么 废品战里的枪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就在这一组侦察员 对废品战彻底清查时 另几组人马 也对范有权租住的 另外三处楼房 进行了搜查 这栋房子 就是工人们搬进 大量制毒设备的 五层小楼 屋内没有嫌疑人 一个小房间里 有十几个红色的脸盆 里面装置的 也是固液混合状的冰毒 在范有权的住处 警察搜出近三十千克冰毒 在范有权的一辆汽车里 还发现了十七千克冰毒 都被藏在茶叶包装袋里 这些是范有权去接洋贩卖后 剩余的毒品 从废品站地道和窗户逃跑的三名工人 一个在高速公路被抓获 两个在回住处拿东西时 被敦守人员抓获 至此 警方共抓获八名犯罪嫌疑人 缴获晶体状冰毒 四十六点九千克 固液混合状冰毒 一千五百零五千克 而对于范有权贩毒过程中 接触的上下线涉案人员 警方也进行了抓捕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是公安部禁毒局 缉毒行动处的副处长严伟刚 严众长 近年来我们对于这个毒品犯罪 打击力度很大 很严厉 但是像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嫌疑人 可见并没有收手 以前是在广东的这个陆丰制毒 现在又转移到了深圳 像你们遇到的这种转移窝点 这种情况多不多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 比较普遍的 对 在我们公安机关的这个严厉打击下 这个广东陆丰 惠州 这个地区的这个制毒 犯子分子 他们向周边地势 转移的这个迹象比较明显 他们主要转到深圳 和远 解阳 梅州 这些周边的地势 今天我们这个案件中的这种 费比石购站 还有一些什么废弃的化工厂 还有一些什么养猪厂 养鸡厂 树林里面经常也会发现制毒加工厂 陆丰的 包括惠州的 这些制毒犯罪分子 他们掌握制毒技术 他们带动了这一批人 还有其他省市的 这些人 然后从事制毒犯罪 然后加速了我们广东的 整个这个省 广东省的毒禽形势的恶化 确实这个制毒 真是看了以后 也让人触目惊心 你看这一个制毒 我得一夜之间 做200公斤的这个毒品 这得危害多少人 多少家庭 这可想而知 我是想问问您 就比如说它 我们看到那个红色的盆里边 它装的是固体和液体的 一种混合物 就还没有结晶完成的这种冰毒 那像这种东西 它算毒品吗 这怎么认定 只要这些液体里面 能减出甲基本病胺 它就是可以认定为是冰毒 但是它是以这个液态的形式存在 在我们的这个实践中 对于这些液态冰毒 目前我们是把它通过 对它的含量进行检测 折算成冰毒 然后对这些制毒犯罪分子 予以追溯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跟这个 最高检最高法 正在协商 推动出台一个 这一方面的司法解释 将来对于这些液态冰毒 只要它是这个含量能达到一定的程度 就可以跟冰毒一比一的 进行折算 对这些制度犯罪 我们还是坚持这样的严打的一些措施 老板范有权向边防警察交代 几年前他因为赌博欠下了八百万赌债 债主催得急 他就想到了制犯毒品赚钱 你家里有父母亲 有我老婆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大概有多大 最大的十二岁 最小的干出生 那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 欠人太多钱了 欠钱 他利用自己跟深圳废品站老板的交情 租了房子制毒 他自以为地点选的隐蔽 不会被人发现 还把自己的亲哥哥范有杵 也拉下了水 我弟叫我帮忙 他说我不要搞这个 我欠人家那么多钱 把那几个孩子卖了 不够房东家 那你意思就是说觉得他肯定 对 我拒绝他 已经拒绝他过了 那时候你又答应他 对 范有权的哥哥 是以前在陆丰老家学会的制毒技术 在团伙中负责指导提炼冰毒 在这个团伙中 还有范有权的妹夫 目前几名嫌疑人分别涉嫌 制造贩买运输毒品罪 案件以移送审查起诉 目前全国百城 禁毒会战行动 仍然在进行当中 全国108个重点城市 打击制贩毒犯罪 不断取得成效 但是我们也发现 有的制贩毒活动 更加隐蔽了 这也对公安机关的 机毒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机制说法 感谢严处长 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